神鸟天节并没有多大危险 但神鸟却认为 比死去还要难受 它被天节雷火 劈成一个乞丐模样 把它的盛世容颜 变成乞丐标配 朱颜和神鸟相处很好 经常给神鸟送好吃的食物 看着神鸟狼狈样子 忽然想起白雪鹰信上说 女罗西有女罗 可以生机美颜 正好给神鸟服用 当它来到女罗西采摘 忽然兵足大巫来临 但它并没有对朱颜下杀手 反而向空中发出信号 原来它是要把邵思命引来 阻止登陵真境 没想到兵足竟然出动食屋 他们把朱颜团团围住 就在要对朱颜动手时 邵思命果然来临 但我们的邵思命 却在朱颜在他们众目睽睽下消失不见 这时大思命也推算出 朱颜就是食饮命节之人 而他得到急报 兵足大巫来临 捉住朱颜 邵思命前往救援 邵思命因为未达真境 法力不足平时三成 只能利用顿数离开 穷追不舍的大巫 把他们围在绝地 邵思命强制使用天珠 想帮助朱颜逃离 但食屋根本没有留给邵思命机会 首先利用法力低微的朱颜 造成邵思命分心 虽然朱颜用自己法器工伤 把自己灵力传输给邵思命 发出一击后 还是被反弹掉进深潭 这个人为了逃婚 用手在这幅画上一挥 然后在额头上一点 神奇的是发生了 这幅画里的人竟然活了过来 原来他是画的自己 而外面再歌再舞 有一队人马前来迎亲 小姐 你一旦踏出这个帐篷一步 就再也回不了家了 就在他们要喝浇杯酒时 突然一阵妖风平地吹起 接着有满天黄沙出现 原来这是沙摩 它变化成一个恐怖的形象 在千军万马中刀枪不入 如入无人之境 最后把朱颜郡主抢走 而在远处 有一个身穿红衣之人 竟然与刚才的朱颜郡主长得一样 原来他才是朱颜真身 刚才的沙摩 就是他用术法变出 朱颜为什么冒着两族 大动干戈也要逃婚 原来 他与陆河云荒大神宫皇太子相识 很早就隐为知己 朱颜又是在大神宫学习术法 偶然认识了 作为世子的石影 两个人便结下情缘 但是现在两人相见 却是以师徒相称 似乎两个人无法再续前缘 石影终于炼成青鹰陆灵 但还要继续修炼其他仙术 他要在十八岁前修炼成功 救出母后 所以对于刚刚换成人形的众鸣提议 并不感兴趣 神鸟重鸣万年 修成人身 上古万年神兽不济 而众鸣战里居于榜首 在九一山帝王谷就有一只 这只神鸟刚刚化成人形 玩心大起 想邀请石影外出 去看一看祭祀热闹 他对于自己的容貌非常自信 到了一种盲目乐观地步 没想到高高在上的崇鸣神鸟 也有这么天真的一面 朱颜突然改了性子 要去参加祭祀大典 而且还要去跳舞 这与他平时风格大相径庭 大家都很诧异 原来祭祀大典在九一山举行 是朱颜学到回春之术的最后希望 他只用三天就达到县武的标准 到达九一山后 当朱颜看到众鸟之王众鸣时 全然忘记大祭祀规定 来到后山禁地帝王谷 朱颜却因跟随神鸟众鸣 差点误了半午时辰 朱颜回到练武之地时 却发现雪露郡主 已经成为所有人心中的望星史 最佳人选 偏偏公子是无双 眉如剑 目如星 这位白衣少年 便是大神公皇太子 理应受到万千威严的他 却遭受到割击陷害 这一幕正好被前来的帝君看到 他认为石影轻视娇人 对割击不敬 心中更无手足之情 心中大怒 准备要对石影严惩 这时皇后赶来 他竭力为石影求情 但帝君却不顾皇后苦心 一心认为 就是石影怀恨在心 所以对割击秋水下此毒手 忠贞的皇后 看到如此昏庸的帝君 竟然为了一个娇人戏作 要杀自己轻生骨肉 他心灰意冷 你竟然用如此卑劣的手段 逼迫自己的轻生孩子 承认莫须有的罪名 他拔出长剑 高高在上的帝君 却惊恐地叫道 护驾 护驾 帝君这样的表现 让皇后感到更加失望 他要自稳在帝君面前 大神宫外一片混乱 帝君自然不会承认 是自己错误 他逼迫皇后和石影自杀谢罪 然后一把火烧了昆元宫 现在所有宫人都在救火 但是赤族王爷 却一脸着急地跑来 让朱颜快跑 似乎他预感到了 厄运即将到来 谁也想不到 上一刻还在宫中 五件的大神宫柿子 这一刻便死于一场大火 然后被早早掩埋 还不如一个普通人的葬礼 其实埋掉的不是石影真身 他是九一山大祭司 用法力所化 为了防止帝君发现 免遭毒手 大祭司屏蔽天机 使用法术 把石影命星扰乱 但他却发现 有一束光芒直冲命星 原来这是朱颜 在祭拜石影 但他不知道的是 自己将来会成为石影一劫 会是取石影性命之人 大祭司告诉石影 将来如果遇到阴阳忌讳 刘梨花县 不管是谁 只要见到必须灭口 五年后 朱颜便寻仙山 要学枯木逢春的归原之术 用来救石影重返人间 但所有仙山都没有这样的仙术 虽然没有 仙尊却告知朱颜 可以去九一山试试 冥冥之中的两个人 又将走到一起 九一山上 石影已经长成 白衣之下 是一具挺拔玉力的清朗公子 他这五年 并没有修炼厉害功法 他只修了轻英露灵 他没有攻击效果 却对嗓音有奇效 外人对这个术法 没有丝毫兴趣 但他却在滋滋不倦地反复练习 看来这清英露灵 所需术法神经 不行 我还需请假修炼 空丧王朝繁荣的背后危机重重 在歌舞升平的表面下 兵足虎视眈眈 准备四季而动 趁举行祭祀大典时 偷取厚土神界 留给空丧王朝的时间不多了 如果没有天命之人出现 空丧王朝的覆灭 只是时间问题 在准备现舞的郡主们 还在为谁会使领舞在勾心斗角 雪露郡主的舞姿确实出众 但经过摸摸点评后 雪露郡主的兴奋被降到冰点 也兴让他内心深处 产生强烈嫉妒 他拿到雪露郡主的舞群 却故意失足落下山崖 在雪露郡主拼命 把他拉上来时 舞群被雪露郡主丢落帝王谷 雪露郡主的随从 便开始冷嘲热讽 他们的前后变化 让朱颜十分恼目 为雪露郡主的人后 感到不值得 深夜后 朱颜一人利用藤蔓下到帝王谷 却看到许多 从未见过的花朵 也在布满繁星玄旁边 找到了舞群 在繁星的阴晕中 朱颜穿上舞群 不自觉地伸出手 接住飞起的星星 这样的圣景 让朱颜如临仙境 这时的石颜正在看书 朱颜的舞步带起风动 让石颜面前的蜡烛 也随之起舞 当石颜站在洞外 看到朱颜灵动的舞姿时 一时带住 他忘记了大祭司曾经的预言 阴阳忌讳 流离花线 你 必须杀了他 不然 他日后 必成为取你性命之人 仗义的神鸟 去藏经阁 查找关于朱颜的资料 发现朱颜并不是石颜的硬结之人 终于松一口气 但是在帝王谷中 突然又来一人 而这人并不是朱颜 神鸟发现 来人并不认识 但石颜发现 雪露郡主玉佩 她把雪露郡主叫醒 询问了母后境况 当得知母后境况悲惨时 忍不住要去救母后出来 正好遇到刚刚返回的大祭司 她带来一个 让石颜后悔终生的消息 原来皇后刚刚去世 而去世前 给石颜留了一封信 原来皇后在服用了 石颜炼制的药后 嗓子变好 但是她嗓子变化 让其他人发觉 为了不连累石颜 皇后决定自杀 以保全石颜 石颜被皇后的死蒙蔽心智 但是大祭司还想让她看清楚 六部之人的真面目 就在祭司的仪式上 石颜看到六部之人的 真实嘴脸后 她彻底发疯 她改变了自己 要保护天下苍生的愿望 她只要她的母后 能够活过来 而其他人却不配 让她守护你 原来的神灵之人 现在彻底黑化 就连她最好的朋友 也被她打在一边 正在石颜心智迷失之时 朱颜又来到帝王谷底 这里似乎是梦境里来过 但是她因为石颜施法忘记 只当作是做梦 神鸟感应到有生人来此 赶紧查看 当看到是朱颜 想到朱颜也许会有开解办法 就把她带到石颜面前 这个时候的石颜 错把神鸟当作那些可恶之人 用尽全身法力 向神鸟打去 就在这紧要关头 朱颜把神鸟推开 历劫后的石颜终于清醒 而竟能够救治朱颜的唯一 方法就是阴阳祭交汇 就在石颜灌注法力时 朱颜的额头忽然出现琉璃花 神鸟想到大祭司预言 原来朱颜真的就是石颜的硬结之人 他冲上去要帮石颜杀掉朱颜 但是却被拦住 石颜认为 这些并不足以说明 做人不能够忘恩负义 失去道心 兵族的攻击处处要害 幸亏石颜法力高强 就在兵族杀手围攻石颜时 大祭司终于带人赶到 如果没有一个熟悉祭司的人指引 不可能会这么精准地算到 这时是帝王谷防守最薄弱时刻 到底是什么人与兵族勾结 就连大祭司也想不出 到底是谁 但是大祭司却猜测与孟华王朝有关 因为孟华王朝看似歌舞生平 实则腐朽不堪 如果出现奸细 孟华王朝最有可能 这时 神鸟重鸣发现朱颜不见 石颜看到他的表情 立刻找个理由把重鸣支走 生怕大祭司发觉 石颜利用法术 把朱颜放进了上古法器里 就连大祭司也没有发觉 朱颜在法器空间 看到一个与石颜 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却一动不动 朱颜以为这是在幻境 所以慢慢开始随意起来 但是朱颜的举动 对于现实里的石颜来说 是一样的效果 他的耳朵和额头一样 会有反应 大祭司看到石颜的异常 关心地提起五年前的结束 要石颜不要掉以轻心 石颜回到洞中 神鸟中灵气急地向石颜劝解 必须要杀掉朱颜 才可以免除未来杀身之祸 而石颜却不认为18岁前 遇到的所有女子 都对自己有危险 所以仍旧打算放过朱颜 众民看到石颜执意如此 气愤离开 石颜的命结之人 不会对别人动心 朱颜从石颜身上看到希望 他为了那个人能够复活 却不知道那人在世上活得很好 朱颜得到神鸟羽毛 正好因为雪鹰郡主 丢失舞群 所以 把神鸟羽毛赠予雪鹰 但是就是因为这样 差一点酿成大祸 雪露郡主的舞姿 在众人之中尤为醒目 但是当雪鹰郡主的神鸟羽毛出现 却让大祭司一眼认出 他立刻想到 眼前的雪鹰郡主 或许就是潜入帝王谷之人 而石颜现在不能让外人知晓 所以 大祭司正在仔细观察雪鹰 利用术法观摩线舞的石颜 也看到神鸟羽毛 但他来不及解释 立刻化身一片桃花 落在朱颜肩膀 要他设法折断一根神鸟羽毛 在众多线舞人中 太过于跳跃 未免有些显眼 朱颜只好借自己牛角 找到一根羽毛折断 朱颜现在才明白过来 宝物不能轻易示人 现在石颜的急速赶来 就是证明 他又来到帝王谷道歉 但是石颜已经准备与朱颜绝交 要了结最后一个心愿 当他听到学习归原书的 视为一个人时 石颜明白过来 原来这一切都是 为了自己 但是他仍然绝情地 把信物丢在地上 告诉朱颜 世上没有如此逆天的竖法 从此以后 两人不会再见面 然后转身离去 神鸟被朱颜的痴心感动 不过他仍然要再试一次朱颜 看他到底是不是 石颜的命结之人 当所有巧合都汇集一起时 那么他就是命结之人 在回去的路上 朱颜坠落神鸟后背 恰好落在石颜母后的衣冠肿前 朱颜提出要祭拜 当看到有被无字时 心有所动 便用自己的精力开解石颜 石颜和神鸟 终于又看到一个巧合 原来朱颜的生辰是在冬雪 是至阴之人 当问起朱颜额头琉璃花时 朱颜告知二人五年前祭拜一人 有琉璃花印在额头 想必那位朋友感应到了自己诚心 当朱颜说出这一切 所有的巧合全部都证明 朱颜就是石颜的命结 神鸟几次要动手杀死朱颜 都被石颜拦下 他认为 朱颜纯真的内心 在所有人都唾弃他时 只有他一人再祭拜 就算是命结又如何 他要先有德 再去考虑接语 因为在救朱颜时 答应过他一件事 所以 当石颜要抹出他的记忆 而朱颜恰好说出自己愿望 就是不要抹除 这让石颜的术法失去作用 神鸟自作多情地 用自己羽毛做礼物 去还石颜欠下的人情 神鸟重名嘴上说的恶毒 但他又要再考验朱颜一次 因为他被朱颜感动到 要再给他一次机会 他找到朱颜 他说 小神官石颜要朱颜夜间害时 去帝王谷谷新尊大帝 目前取走七星灯 要学归原之术 必须要有七星灯座椅 而取七星灯 是九死一伤的结果 小神官不忍看到朱颜受苦 所以之前没有告知 神鸟重名有一点小心思 他想借助新尊大帝的七星灯 考验朱颜决心 同时决心不够 会受到反噬 丢掉性命也不怪自己 神鸟没想到的是 新尊大帝在朱颜的手 放上去时 就松开一个手指 而周围的新王 也向朱颜汇集 拿走七星灯 需要无尽的灵力 虽然新尊大帝允许 也需要有足够实力才可 朱颜陷入了执念妄境 看到柿子石颜被大火包围 他用尽灵力 也不能灭火救人 灵力耗尽 就是七星灯反噬之时 石颜再也看不下去 帮助朱颜驱散心芒 而新尊大帝的手 也彻底松开 神鸟 虫鸣弄巧成桌 骑虎难下 朱颜现在 举着七星灯 要来找石颜 学习原神重聚的法术 我故意设下难题 是想让你知难而退 冥冥之中 自有天定 而人定圣天 小神官石颜年满十八岁 就要被大四命封为少四命 不仅可以开关收徒 还要为他安排老婆 这一切石颜全然不知 他仍然在全心修行 而六部青族王爷已经猜出 这个少四命就是石颜 他准备派出青族最勇猛的青刚 借拜师之名接近打探 并且还要带上青族最猛烈的毒药 如果确实就是石颜 这个毒就是为他准备 九一山少四命开关收徒 对于空丧六部是件大事 但是白族却不想让雪露 雪阴去争 为的是能够嫁给石颜柿子 因为石颜的存在 朱颜非常抗拒 但是渊总管开解说 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看法 也许成为少四命首徒后 回头再看那个人 就会感觉不过二 而朱颜开始对九一山的 转变为积极准备 想成为少四命首徒的人 不仅仅是朱颜一个 雪露郡主也在暗中准备 心机很深的他 隐隐猜出来 少四命一定是一个 比石颜更加重要的人物 他只要能够 抓住这个机会 就会有成为掌权者的可能 而雪阴郡主 则一心想 能够与石颜见面 对于少四命收徒之事 最不重视 这次的少四命收徒 一定会充满勾心斗角 精彩异常 收徒仪式还没开始 果然就充满火药味道 雪露的心机太过于露骨 他利用青刚击败赤王的事情 故意挑拨青刚和朱颜的关系 被朱颜识破 但是他的脸皮够厚 丝毫没有感到不好意思 用仙人之姿 形容此时的石鹰 一点也不为过 年少得志 成为少四命 众多少女心中的偶像 穷其力大无穷 喜欢作恶 尤其喜欢恶人 但是智慧不多 在要吃掉朱颜和青刚二人时 被朱颜利用 误以为二人 是食恶不赦之徒 便离开寻找其他机缘 但是穷其刚走危机又陷 就连星尊大帝 也奈何不得的混沌出现 把朱颜吞进肚子 混沌以怨气为生 里面都是负能量 朱颜法力微弱 很快就被称灵迷失心智 准备跳崖自杀 就在这时 一只手被一人拉住 才免于一死 原来石影出现 他护住朱颜 要带他离开 但是在路上 不断被怨灵侵染 无意之中 两人撞在一起 这刚大的一幕 让石影非常意外 幸好朱颜看不清 误认为也是怨灵 但是混沌腹内危机重重 稍不留神 就会万劫不复 朱颜有危险了 石影本来计划不露声色的 让朱颜下山 但因大四命干预 导致很多人出现危险 不得不出手救下朱颜 这个意外 让大四命内心怀疑 石影与朱颜曾有交情 就是石影的命结之人 谨慎起见 他试探石影收朱颜 为首途人选 要在这一个月内 确定 心中怀疑是否正确 而石影心中明白 大四命所想 便故意在言语上打压朱颜 并且在他的手背上 印下贬低词语 让很多女弟子看到 有很多人都对朱颜嘲笑不已 他们的表现 让雪英看不惯 但是他性格懦弱 只能送造假给朱颜冲洗洗 但是朱颜却赢得 一帮男徒弟的支持 第二天 朱颜来到课堂之时 发现所有男徒弟身上 都有很多金色文字 原来他们也看不惯 嘲笑朱颜的那些人 所以青刚便串通所有人 用这样的方式表示站队 那些长舌妇 果然没有分寸 在课堂之上 不忘抓住每一个机会 对朱颜进行贬低 石影内心对他们并无好感 但不能表现出来 为了朱颜安全 只好不断给朱颜扣分 而给予嘲笑的人加分 让那些嘲笑朱颜的人 更加嚣张 如先官下凡的邵思命 又骗了朱颜 让朱颜以为 眼前之人喜欢把人玩弄于鼓掌 他内心的怨恨 让他毅然决然地跳下黑色漩涡 但是当他逃出混沌空间后 发觉自己好像又被骗了 是邵思命故意激怒自己 然后帮助自己脱困 朱颜的内心 忽然又对石影非常感激 上古玉簪是石影法器 只有找到法器 才能尽快找到石影 助他脱离混沌 玉簪就在九一山最高的山峰 但是就在朱颜和青刚要娶玉簪时 雪鹿郡主赶到 他不顾先后直接飞过去 要抢玉簪 但他没想到 玉簪并不喜欢他 变化出幻境 让他们如身临其境的经历 一番生死 这场生死 让大四命看清了 谁才是最有智慧的人 虽然玉簪是雪鹿郡主最先拿到 但朱颜的表现 更加贴近智慧 所以他建议把朱颜 也作为首途之选 等一月后 再决定最后的首途资格 这个提议 让石影心中担忧 原来大四命开始怀疑朱颜 不然石影为什么要冒险钻进混沌肚子 如果没有交情 谁会相信 会为不相干的人去拼命呢 青刚为了艳明邵思命的真实身份 没想到这支笔竟然可以检测 DNA 青刚正在检测的时候 朱颜就在门外 这检测的过程 朱颜全部看在眼里 这怎么看都不想 是要修炼法术 而像是在下周 朱颜的眼睛揉不得沙子 他冲上去质问青刚 这到底是要做什么 耿直的青刚什么都没说 他既不能背叛青族 也不想对石影不利 但是他的职责 驱使他必须去做 青刚没有对朱颜灭口 任由朱颜离开告密 当石影拿到这支笔时 心神有些恍惚 当年与母后在一起的日子 好像就在昨日 石影明白 青刚用这支笔的目的 但是相对于这支笔 给自己带来的温暖 那些 他在内心可以忽略 入夜时分 石影来到青刚住处 而青刚早已经等候多时 他明知不敌石影 但为了能够对青族有交代 仍然对石影出手 并且用出青族最厉害的毒 但是青刚的打算落空 石影迅速从青刚体内 转移去踏肢 然后把毒逼在手指间 告诉青刚 他与青刚今日切磋 青刚竭尽所能 自己也对青刚 对剑术做了指点 再无其他 这一席话 正好切中青刚为难之处 又避免青刚产生心结 今后青刚 会对石影的入室 产生巨大帮助 至于青刚 回到青族怎么解释 石影不必担心 他急迫要做的 就是 尽快把毒逼出 但是刚才去踏肢的事情 刚好被雪露郡主看到 充满心机的他 一定会好好利用 朱颜的极致无人能及 就连智慧超人的 邵思命石影 也有需要朱颜帮助的时候 石影身中剧毒 却无法可解 性命危在旦夕 神鸟震怒 但也无计可施 就在这时 朱颜忽然记起书上所言 去踏之之毒成花状 而蝶恋花一定有缘由 在新尊大帝那里 取七星灯时 有银蝶出现 说不定这就是解毒之法 没想到这个办法 果然有用 邵思命握住七星灯时 就有银蝶出现 为了加快速度 朱颜也施展火术 吸引更多的银蝶出现 石影身上不断有银蝶冲撞 脸上出现痛苦神色 大概一顿饭时间 石影身上的却踏之剧毒解开 没想到 朱颜误打误撞的想法 真的有用 第二天上课前 朱颜遇到青刚 还怪罪青刚身中剧毒 怎么不说 当青刚听到石影为自己掩饰 心中更加感激 她的内心从此对石影更加认可 今天的课程是识别灵草 这个灵草具有凝神进气功效 对于修炼之人有帮助 所以要学会智 做灵草手环 谁做得好 绍思命就会戴在手上 当作对学徒的鼓励 在所有学徒制作的手环中 学路制作最为精致 朱颜的手环 却丑得惊世骇俗 以至于不好意思交到绍思命面前 她认为自己 又要被绍思命打击一番 你喜欢我 没想到朱颜向绍思命说了几个字 就把绍思命下的内心翻滚 引来惊雷 如果不是绍思命法力深厚 就会当场出丑 但是她还是立刻借口 山中有惊雷 恐怕大雨将至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 所有学徒离开后 只有朱颜一人仍然练习 但她却始终都未能进行打坐 就是在绍思命旁边 灵草手环仍然会无风自动 心情也逐渐变得心浮气躁 而绍思命手环则一动不动 不知为何 山中惊雷滚滚 只有神鸟知道 这些惊雷是绍思命引来 说明她的内心也不能平静 这让神鸟对朱颜的态度更加微妙 山中降雨 绍思命便叫朱颜神势雨中穿行 没想到朱颜一下就学会 虽然是最后一个 但朱颜却兴奋抱住绍思命 但就在这个时候 让人非常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绍思命突然消失不见 片刻之后 地上有一只可爱的小动物 她把小动物抱起 但小动物却惊恐地逃跑 一直跑回绍思命房间 没有见过绍思命变化的神鸟 也被吓了一跳 但是她很快就明白过来 这是那个果子起作用了 朱颜又向绍思命调皮地问一句话 却被绍思命一把推出房间 但朱颜却一点没有生气 绍思命的小白形象 只有朱颜和神鸟见过 这个发现让朱颜心中窃喜 因为她发现了绍思命的一个重要秘密 转眼过了半月 马上就要进行七中考核 这个考核成绩会计入总成绩 决定最后的首途位置 所以每个人都很重视 尤其是雪露郡主 她暂居第一 但是青刚仅比雪露少一分 所以最后到底是谁还是未知数 公于心计的雪露郡主 找到青刚准备与她和解 说出了自己很多心里话 希望青刚退出 自己就可以稳稳地成为首途 青刚自却踏之之后 也无心争抢 顺水推舟答应下来 作为感谢雪露郡主特意准备的糕点 送给青刚 没想到这个糕点 却让青刚彻底看清楚 雪露郡主这个人 虽然自己无意争夺首途之位 但是被人几次愚弄 让她心中如梗在喉 在考核前 朱颜找到青刚谈心 青刚送给朱颜一个糕点 没想到这个糕点里下了迷药 朱颜和青刚很快被迷倒 错过了重要的七中考核 二人醒来赶到学堂时 考核正好结束 对于二人的迟到 雪露显得心安理得 认为自己的方法没有错 她的一番言论 让青刚感到后背一阵发凉 深刻体会到 朱颜告诉她的话 确实有道理 朱颜和青刚缺考 对于雪露是一个好消息 但是雪露的下三滥手段 让人不耻 在雪露看来 只要自己能够达到目标 就是首途 而朱颜则根本没有看在眼里 朱颜气不过 用火球攻击雪露 果然邵思命立刻出现 严厉呵斥了朱颜 并且说出三大罪状 然后转身离开 这样的结果 雪露自然更加适宠交 而朱颜和青刚 在夜间戒酒交仇 青刚一定会下山 只有朱颜没有牵挂 但是她的分数垫底 被人瞧不起的感觉 让朱颜十分恼怒 她要和雪露 争强首途之位 但是希望却非常渺茫 青刚认为 只能在最后一次考核时 完胜雪露郡主 绝不是一招办事的险胜 这不就是赢过你吗 嗯 就在三人喝得烂醉之时 朱颜借着酒疯 来到了邵思命救寝的地方 还误打误撞的 又和邵思命撞在一起 害得邵思命又变成小白 吓得她到处乱跑 最后仍旧被朱颜抓住 要抱在胸前睡觉 一是英明的邵思命 就这样被朱颜制服 朱颜拿着酒杯来到清修殿 可怜的邵思命 被朱颜灌了一杯 来了个间接接吻 然后又抱住可爱的邵思命 让她变成了毛茸茸的小白 还要抱着小白睡觉 简直逆天了 朱颜一早醒来 发现自己被绑 以为可爱的邵思命要灭口 赶紧跳起来 想打开门赶紧逃 谁知门从外面打开 朱颜一下撞到邵思命的胸前 幸运的邵思命 这一次没有再变成小白 朱颜更加紧张 她赶忙承认错误 昨天的三大罪状 又增加饮酒作乐和不遵施掌 朱颜没想到的是 邵思命竟然问她 你想做我的手头吗 这一次 邵思命便被动为主动 她上身前倾 逼迫感十足 这个问题让朱颜有些不知所措 迟疑地说想 邵少思命 严肃地对朱颜说 既然想 那么就去试一试 不过这样会吃更多苦头 而且 自己会对她更加挑剔 朱颜喜出望外 点头答应下来 看着朱颜一蹦一跳的样子 竟然忍不住笑出来 看到朱颜转过头 又立刻收起笑容 手指掐绝 把朱颜身上的束缚解开 朱颜离开后 神鸟出现在邵思命身旁 她看着朱颜背影 说不该鼓励她成为首徒 而邵思命却说 白雪露是大四命的一步棋 自己不想任人摆布 而四个人里面 只有白雪露和朱颜真想留下 白雪露为的是权势 只有朱颜一心向学 所以自己别无其他人选 只寄希望与朱颜能够出现奇迹 赤布大总管指缘 最近总是感到耳鸣 似乎有一个声音一直在召唤 全身感到难受 她知道 消失万年的龙神快要出现 她不想成为龙神的爪牙 却无法躲开 但是正统龙血的压制让 她不得不来到一处深潭 面对龙神的差遣 她用耳后的接收器 听到龙神出事后 首先会灭掉空丧六部 然后杀进天下空丧人 这个消息 让焦祖纸渊感到非常为难 她首先想到 怎样才可以保朱颜 担心朱颜的纸渊正在担心 这时的朱颜 已经在跟仙人一样的绍思命 开始学习御风之术 而且是一对一的教授 朱颜第一次练习 就学得有模有样 但是还有很多瑕疵 仙气飘飘的绍思命 这时更像一位严师 正在尽力指导弟子 朱颜也认真的学习 这个场面 就像一副美丽的水墨丹青 和天地融为一体 但是第二次 朱颜却闭上眼睛 不知觉笑起来 被邵思命制止 她叫朱颜 要用眼睛观察风 其实也是有迹可循 但是朱颜还不得要领 似乎有些明白 似乎又没有明白 这时邵思命突然说时间到了 教别人多久 那么朱颜就会教多久 其他的需要自行领悟 然后撑起一把雨伞 偏然离开 一学期满 有四人通过资格选拔 和预期中一样 清刚借口接到军令 要即刻下山放弃笔试 而白雪因自知学艺不经 退出笔试 现在只剩下白雪露和朱颜两人 攻于心计的白雪露 仍然不忘 贬低一次朱颜 而其他几人仍然 还在嘲笑朱颜自不量力 无知的人会一直无知 他们不知道朱颜的进步 没过多久 他们就尝到了打脸 朱颜的火球威力 比从前大了很多 刚开始就打得白雪露 措手不及 但是白雪露 拿出大四命赠予的 冰霜匕首法器 划伤朱颜手臂 瞬间让朱颜的胳膊 不能动弹 清刚很奇怪 白雪露怎么会有 这样的法器 而大四命 则胸有成竹 掀起飘飘的 哨思命不动声色 冰霜的压制 让朱颜无法发挥出 火球的威力 只能处处躲避 没想到白雪露 竟然会对朱颜下狠手 打得朱颜口吐鲜血 更可怕的是 白雪露的御风术 炼到了极致 他把所有树叶 聚集为一树 向朱颜攻击 大四命恐怕是出生变 准备暗中帮助白雪露 却被邵四命绝察 不甘心地收起绝法 朱颜的表情平静 没有丝毫慌张 最后时刻他飞起来 无师自通地用出零风术 这一招 直接把白雪露打出 落在水中 白雪露失败 原来的所有心机 在绝对实力面前不堪一击 所有人都惊呆了 难以置信的表情写在脸上 朱颜留下 成为邵四命首徒 这是大四命不愿看到的 他又设下一个难以完成的任务 在浩如烟海的藏金阁内 找出九一山第一代大四命的弟子戒律 并且如果找错 每一本书就要重新擦拭 最重要的一点 大四命只给一个半时称 就是说 有三个小时时间 这样露骨地拒绝 大四命没有感觉 失去九一山风范 反而因为石影对自己的对抗 感到心有不愤 即使白雪露不能成为首徒 那么石影重义的朱颜 也不能留下 石影看不下去 他找到大四命理论 但他被仇恨迷住心 根本听不进石影的话语 除了没有明说 事情根本没有转换余地 没有办法的邵四命临走时 画出一朵花瓣 落在书架一处 而聪明的朱颜 一下猜出用意 精准找出弟子戒律 大四命所愿 终于在自己的强大压迫下 宣布失败 而石影将要面对的 则是自己的命节之人 自己把朱颜交得越厉害 将来自己死得越干脆 等于是给自己 早早掘好了坟墓 空丧浩劫将要来临 交足止渊 不断会受到龙神血脉压迫 他非常担心朱颜 利用逆龄幻化出 净花水月 在里面 交给朱颜水中之术 万一龙神醒来 朱颜也能够对于 水系功法有所了解 朱颜回到九一山后 开始专心学习术法 一切都变得平静且枯燥 控火术是赤足的专长 但是朱颜却觉得 七零八岁 有很多错误的地方 少司命耐心地纠正 师徒二人开始了漫长修行 白雪露也是一位可怜人 别人家的母后 都是名门出身 只有他不同 是白王榴莲风月时 与他母亲有过蜻蜓点水 所以诞生了白雪露 在五岁时 为了换取认祖归宗机会 他的母亲自尽身亡 虽然白族上下都不知道他母亲 但是一个来历不明的孩子 从小就受尽冷眼 所以他要成为空丧第一夫人 这就是他的目的 到时候就可以把母亲的灵位 光明正大的摆放出来 白雪露的一席化 让青刚不禁有些唏嘘 原来白雪露内心 还有这么多苦闷的记忆 躲在旁边的白雪露 感动得稀里哗啦 已经全部忘记 白雪露是怎么对待自己的 一个从来没有修炼过的神仆 竟然在绍斯命面前 凝结出一大团火焰 神仆到底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胆量 原来朱炎修炼的控火术错误太多 虽然同样可以凝练出火焰 但是根基太差 修炼之徒根本走不了太远 所以绍斯命随便叫来一位神仆 让他掩饰一下这几日所闻 没想到竟然比学习术法 十几年的朱炎还要厉害 这个演练把朱炎气得 要认真凝练一次 但还没成形 就爆裂消散 他此刻挫败无比 看到绍斯命严厉的表情 借口头疼要休息 赶紧逃跑 第二天 朱炎新匆匆来找绍斯命 但是绍斯命却下山查看疫情 原来山下疫情爆发 居民前来寻求庇护 空丧第一的九一山 自然不能袖手旁观 神鸟和朱炎感到之时 发现平时掀气飘飘的绍斯命 正在仔细查看生病之人 很多人身上的污秽之气 让人作呕 但是喜欢清洁的绍斯命 并没有感到不适 反而对待病人非常亲近 这让朱 沿对绍斯命的看法 有了很大改变 从前不尽俗事的石影 现在下沉很多 面对绍斯命的关心 让朱炎感到 这样的绍斯命 好像也很可爱 掀气飘飘的绍斯命 竟然不会吃烤鱼 他看着美味 直咽口水 他以为只是 放进碗盘的食物才可以吃 看到朱炎把鱼刺丢在地上 还担心小鸟吃到会噎住喉咙 这么没有烟火气的绍斯命 朱炎赶紧普及了一下 自己对食物的见解 朱炎说 四海八荒的美食各有不同 比如西荒就有手抓肉 东海有生吃醉虾 更不用说 自古就有用泥和树叶包裹 擒鸟的方法 吃饭就要大块朵鱼 就地取材 不拘小节 这样吃起来才最痛快 少斯命若有所悟 但是仍然还有心理障碍 看着朱炎津津有味地咬一口烤鱼 他咽下的口水 已经出卖了他 朱炎把烤鱼地给食饮 他才小心翼翼地咬一口烤鱼 在荒郊野外 吃这样的美食 是他第一次尝试 就在这时 神鸟突然跑过来 大喊出事了 再看看吧 想不到九一山的少斯命还懂科学 他便出一张柿纸放进水里 柿纸立刻变成紫色 原来水质真的有变 少斯命在九一东西 发现一处冒着水泡的地方 里面似乎有灵力在搅动 回到九一山中 询问大斯命 得知这九一东西的水 看着是从山上流下 其实是从苍无之渊的暗流而出 大斯命又说出一句话 龙神被赴于渊 兵族被困于也 恐怕龙神将要醒来 龟邪生起 海皇归来 天下将要大乱 少斯命立刻请命 要去苍无之渊查看 但是被大斯命阻止 他认为 现在却反而 可能会打草惊蛇 不安分的人到哪里 都不会安分 白雪鹿和白雪影二人来到青族 但是青族黄飞 却让他们在一个偏房用餐 粗之大业的白雪影并不在意 他根据食与传递的信息 来到厨房偷偷约会 而白雪鹿看到白雪影离开 便立刻找人禀报青飞 说有要事禀报 他对权势的渴望 仍然非常强烈 见到青飞后 禀报了在九一山 绍思命使人中龙凤厉害非常 如果不是自己 还记得青飞使命 恐怕也会沦陷给绍思命 而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消息是 大斯命有意无意地说 让白雪鹿成为绍思命首徒 是因为他出身白族 无视生非的白雪鹿 还提到 青刚在九一山时 也对绍思命非常佩服 开始挑拨起 青刚在青飞心中的关系 故意让青飞生出疑心 来获取青飞的信任 一对神仙师徒 正在修炼仙术 看上去美得像是一幅画卷 他们浑身上下 散发出一股超然之气 正好被走过来的神鸟看到 被惊得离都掉了 朱颜练功之余 还要进行理论学习 但是理论的枯燥 让他很快困倦 趴在桌子上睡着 绍思命看到后 怕朱颜着凉 把自己披风盖在朱颜身上 还帮朱颜整理了一下 灵万的辫子 刚刚整理好 朱颜突然醒来 两个人的脸 差点撞在一起 整个空气开始变得凝固 两个人的眼神盯在一起 恰好 又被路过的神鸟看到 两个人的师徒勤奋不断升温 绍思命温润如玉 儒雅异常 朱颜乖巧调皮 正好把这里的气氛 调节得适当 这一天 绍思命正在安静地看书 他的坐姿像一尊美誉 晶莹剔透 就连拿书的动作都让人心驰神往 朱颜端着糕点不敢靠近 生怕打扰到石影 石影却早已经发现他的存在 便让他过来一起享用这精美的糕点 绍思命千千君子一样 小口品尝 而朱颜直接用手 拿起咬了一大口 当他看到绍思命的眼神 轻轻把糕点放下 拿起石桌上的筷子 两个人细细品尝着美味 相互看着对方 似乎这一切时光都是美好的 他们都想让这时间停止 或者把时间无限延长 绍思命要闭关冲击真境 九一山除了新尊大帝以外 便无人能到达此境 这个时期最为紧要 现在九一山防备森严 大思命也不下天罗地网 如果有不轨之徒 便会立刻殒命 奇怪的是 当朱颜带着礼物找到绍思命时 却未见一人守护 只有绍思命一人在打坐冲冠 很显然 朱颜的到来 影响到了绍思命 但是现在不能妄动 否则会前功尽弃 走火入魔 朱颜一个人 在绍思命身边自言自语 虽然石影也没有其他反应 但是这个情形 让朱也非常紧张 作为修行之人 在冲冠之时打扰 这对冲冠真的有帮助吗 鲁莽的朱颜看着石影 他看得有些乳迷 还准备用手 去摸石影的脸 就在这时 突然来了几个黑衣人 拿剑 就向绍思命赐去 幸好朱颜在 他迅速变出护盾 挡住长剑 但是黑衣人多 挡住这个 却挡不住所有人 就在朱颜受伤时 绍思命突然醒来 接着他的脚下 罚阵启动 那几个刺客 全被反弹而出 撞在山前而亡 这时大思命带人赶来 看到朱颜后大怒 认为朱颜扰乱了绍思命 冲击真境 破坏了自己计划 把朱颜赶了出去 龙神终于醒来 他找到纸冤 让他断绝与朱颜的羁绊 但是纸冤并不像这样 他挡住龙神攻击 当看到身后房屋全被烧毁 流下了眼泪 而这一滴泪 化成龙血骨玉 这让龙神大怒 呵斥他 忘记了交足使命 改变海国命运 吐出一颗珠子 打在纸冤身上 然后离开 纸冤缓过神后 发现身后房屋并没有烧毁 原来刚才进去幻境 但是手上的龙血骨玉还在 这说明了 距离龙神醒来的日子不远了 他要把这个龙血骨玉送给朱颜 希望骨玉能够在关键时刻铺好朱颜 这一天 朱颜正在吃药 突然发现 外面的白云 突然变成一只凤凰形状 发现原来是邵思命在明霄所化 天空的白云不断变化形状 朱颜看着随心所欲变化的邵思命 非常羡慕 邵思命变出一管冻枭 交给朱颜空云之术 朱颜悟性很高 竟然很快就化出一个人形 原来就是邵思命的样子 时间很快过去 临走前 邵思命交代朱颜 过几天就是神鸟天节 希望他能保护神鸟 在他出关之时 能够看到一人一鸟 邵思命和朱颜 竟然坠落苍无之渊 而被新尊大帝封印的龙神 也困居于此 龙神 被他们发出无上攻击 邵思命勉强提起一点灵力抵挡 但是却没有起到一丝作用 反而被龙神伤得更厉害 朱颜颜看到龙神如此不讲理 也调动全身灵力抵抗龙神 但是在龙神的强大龙膝下 自己就是蝼蚁 这时叫任志渊 送给他的龙血骨玉跳出 全部把龙神攻击抵挡下来 龙血骨玉的主人 与海国命运有重要联系 便没有再为难二人 把二人送出苍无之渊 已经重伤的二人 没有办法离开 而大思命也终于带人赶到 几天后 邵思命恢复了一些 但是龙神即将醒来 天下必将大乱 大思命要邵思命下山重整山河 为母后报仇 但邵思命却不愿为了自己 私欲放弃邵思命身份 他要为整个空丧去河 即将出世的龙神作战 而大思命察觉到 朱颜站在门外 则故意说出 邵思命真实身份 躲在门外的朱颜如 大锤中击 他没想到 自己一心要救的空丧世子 就是自己师父 一时无法接受这个结果 自从大思命要石影下山后 石影就开始 要与尘世隔绝 尤其是避免 与朱颜见面 对于男女之情也要斩断 大思命的小心思很多 他就石影 是因为白烟烟 防范命结之人 是因为石影 让白雪露成为石影首徒 是因为 白烟现在放过朱颜 是需要朱颜让石影 动繁星回到前蓝 这一切石影都心知肚明 所以 铁了心要终生 侍奉神灵 愿意为了天下苍生 与奸邪舍命斗争 还因为自己动了繁星 而故意让四大司空 惩罚自己 石影闭关几天后 终于肯见朱颜 而朱颜以为 是师父已经度过关爱 非常高兴 他不知道的是 石影真正要度过的 是将朱颜的情感放在何处 今天会见朱颜时 他让朱颜记住 他是邵思命的首徒 今后既不能适才而骄 也不能过度隐忍 朱颜个性直爽 欲试容易冲动 不可以任性而为 这样的话让朱颜很糊涂 他不明白 到底是怎么回事 以为自己做错事情 原来邵思命认为 朱颜已经学成 是要朱颜下山 今后永不相见 这时赤族王爷到来 他也是为了朱颜之事 要与大司命商议 在大司命的安排下 朱颜终于离开九一山 邵思命并没有下山相送 只通过法器看了一眼 朱颜刚回到天极封城 就被王爷安排相亲 今天朱颜来到一家饭馆 看到一位浊然而立的男子 从背景看 和邵思命并无两样 但是这个人 却是父母安排的相亲之人 此人出自书香门第 还特意嘱咐朱颜 一定要注意礼数 但是朱颜怎么可能会看上 这样的俗世男子 有一个仙气飘飘的邵思命就够了 他故意点了很多肉食 要了最猛烈的酒 就在这位男子的面前 大口吃肉 大口喝酒 这样的郡主让他出乎意料 和原先设想相差甚远 就在两人都干大的时候 楼下突然传来惊叫声 原来有一位名女 被一壮汉欺负 但是并无一人来管 性格直爽 看不得有人受害的朱颜 先发出一个火球 打在那人脸上 壮汉看到朱颜就是一名女子 拿起长刀 就向朱颜砍来 朱颜拿出上古法 气气欲簪 只一个虚意 壮汉才知道 碰到了他惹不起的人 壮汉逃走后 那名书生反而走过来 埋怨朱颜多管闲事 说一个女儿家有这样的事 应该先报官 让那些男人们去处理 这个书生却已经忘记 自己就是一个男人 提到男人脖子上的女人 都没有什么好下场 女子 就应该逆来顺手 轻言细语吗 在天际封城 到处都充满着 男尊女卑的现象 就算出身高贵的世家公子 他们的脑子里 也全部都是政治联姻 女人只是交换的物品而已 朱颜为了摆脱那些眼高与顶 充满高低贵贱人的纠缠 便说 娇人纸渊 就是她的一中人 那个世家子弟看到朱颜 竟然把娇人当人 她口气开始变得不再斯文 而朱颜言野乐的清闲 在吃饭时 朱颜问纸渊 爱一个人 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 到底怎样才知道就是她 纸渊说 因她而喜 因她而忧 因为她在身边 你觉得做什么都有意思 纸渊的一席话让 朱颜感觉自己 好像喜欢上了邵思命 但是师父是红尘之外的人 怎么能用感情这样的事亵渎 就连想想都不行 看着纸渊露出惊奇的样子 立刻说 这肯定不是喜欢 如果是这样 朱颜也是喜欢阿渊渊了的 因为所有这些 自己对阿渊渊也都有 朱颜只能把对纸渊的兄妹之情 当作是喜欢 但她对于时尹的男女 倾慕之情 却没有清楚地意识到 念念不忘 必有回想 过多地在精神世界 去思念 那么无论对方精神力多强 都有可能被纠缠 朱颜和邵思命 就出现了这样神奇的事情 邵思命每日清茶淡饭 只有五件修炼 而朱颜用动动消极托想念 九一山每一个邵思命到过的地方 都留下与朱颜一起的身影 只有精神力强大的邵思命 才可以抵挡住思念 不被那种情感左右 但是今天邵思命 突然遇到从未遇过的困境 自己的精神结界 竟然被人打破 这对修炼来说 可能会受到精神攻击 邵思命拼命抵挡 但是对方的一句话 又喝破自己防御 这就是邵思命 对自己所想的压制 唯独只对朱颜留下的破绽 只要朱颜喊出那几个字 在精神结界里 朱颜就可以随意进出 对一个人的想念 邵思命是被动防守 而朱颜则热情奔放 大胆追求 日有所想 夜有所梦 朱颜就这样轻易 进入到邵思命的结界 做了白天所有想做的事情 他要把所有思念 都告诉邵思命 表明心悸 邵思命也有所感 他们都不相信 这是真的 但却又真实存在 朱颜一夜醒来 看着手上玉簪 心中充满喜悦 而邵思命则一夜都在思考 自己的精神结界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他百思不得其解 竹篮打水一场空 用来形容现在的白雪鹿最为贴切 他费尽心机向清妃投诚 传递九一山情报 清妃也答应白雪鹿成为皇妃 白雪鹿就昧着良心 陷害清刚刚 挑拨清刚与清族之间的关系 现在 他终于自食恶果 没想到空丧帝君心知肚明清族所做一切 他故意让人把白家两位郡主请来 让时宇宇自己选择 这个局面 清非始料未及 千方百计算计的他 也无计可施 时宇毫无悬念 选择白雪鹰 白雪鹿落选 对他的打击 如晴天霹雳 自去九一山后的所有金银 在这一刻都灰飞烟灭 现在就连站在这里都是多余 白王自然也知晓了这件事 对于他来说 无论谁是王后 他都可以 只不过就是转一下风向的问题 现在他又亲自为白雪鹰熬制了极品燕窝 看到他们回来 就一直站在白雪鹰旁边嘘寒问暖 反而把原来还捧在手心的白雪鹿 冷落在一旁 关于这一切 白雪鹿看得通透 如果换作从前不知道石影 他必然会伤心痛苦 现在这个局面 他就可以全心去应付石影 大世子才一向是继位的最佳人选 所以只要石影出世 那么自己这个皇后的位置就稳了 他正在洋洋自得 却忘记了朱岩是绍思命首徒 并且在九一山学艺两年 如此地高估自己 注定最后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日有所思 夜有所想 神之所思 不复所望 九一山大思命 竟是坏心办好事 朱岩的神石 又来到石影的精神世界 虽然他们一直在异地 但是这样的联系方式 确实省了很多电话费 朱岩梦穿了熟悉的环境里 有一个熟悉的人站在树下 白衣披身 欲燃挺立 一袭黑发垂下 这就是朱岩心心念念的师父 石影也发现了朱岩 但是朱岩为什么可以轻易来到这里 她还没有想明白 但是这已经不重要 重要的是她此刻 也在思念朱岩 而朱岩就偏然而至 如果说这是宿命中的相遇 那么 即便是命结之人又如何 对于这一切 石影已经能够坦然接受 朱岩以为是自己幻想出的师父 便给不会说话的师父起了个名字叫幻影 她没有任何心理负担的 像这个想象中 师父倾诉自己的想念 又调皮地用树枝对师父 进行大胆调戏 这可爱调皮的朱岩 果然就是石影所念 她看着爱徒 任由她挠养着严肃的表情 却让朱岩开始认为 就是师父本人 脸上轻松的表情开始紧张 我们可爱的邵思命 这时却开口大笑 打消了朱岩担心 朱岩看着大笑的幻影 眼睛里流出眼泪 她再也忍不住扑向眼前的师父 而石影立刻停住笑声 此刻的情景 也是她这些日子所愿 两人就在这棵大树下站立 朱岩说她喜欢现在的幻影 喜欢师父有血有肉 不再冷冰冰 花瓣飘落 倒饮甜蜜 在石影这个精神世界里 他们不知道的是 这棵大树竟然开出红花 焕发出不一样的身材 朱岩到底做错了什么 让邵思命这样对她 威语欲来风满楼 龙神的威还没有对策 清族与兵族勾结 已成其虎 只要有机会 他们一定会不择手段 去伤害石影身边的人 邵思命看得长远 把自己对朱岩的感情藏在内心 为了彻底斩断朱岩对九一山的念想 石影决定写下住婚书 让朱岩死了这条心 她知道朱岩一定会伤心欲绝 但这也正是对朱岩的爱护 但是这样 怎么可能让朱岩言断绝念想 如果不是当面说出 她怎么可能如此作罢 神仆还没有离开 朱岩就在王府抢了一匹快马 她要找一个地方 独自一个人静一静 但是渊总管很快骑马追上她 带朱岩来到一个安全地方 这里都是失去劳动能力的交人 被紫渊收留 朱岩便暂时住下 她才知道 紫渊对交人做了那么多事 没有办法交差的渊总管 被王爷打了四十鞭子 等渊总管回去后 背后的伤痕 让朱岩看到 朱岩非常心疼 她现在已经好了很多 师父不是红尘中人 从住婚书上可知 自己在师父内心的位置 远没有在紫渊的内心重要 清妃的心计无人能敌 无论阳谋还是阴谋 她想利用政治联姻 来提高清族在六部的影响力 而清刚和朱岩 就是她手上的牺牲品 朱岩的巨婚 让清妃很生气 不过这并不是没有办法 清族在六部中掌管财权 西方没有经济 所有开支全部需要军费 所以 清妃把朱岩打在了这上面 当赤部将军知道 清族并未拨款军队 军粮已经见底 而赤王府里也没有存粮 他们非常气愤 无论赤部将军怎么发怒 特使只会回答一句话 订婚就有钱 赤族这是被清族完全抓住七寸 无法反抗 王爷还在一直求情 这时朱岩回来 他听到赤王已经到了如此困难境地 便张口 把婚事答应下来 清妃的算盘打得很响 他一步高兴 西方这里就跟着紧张 朱岩的问题解决 但是清刚也非常抗拒这样的止婚 白雪露一直都是他的仰慕对象 而白雪露的出身 却让他对清刚感情视若无睹 清刚面对着清妃询问 他回答说自己 已经有了一中人 当清妃问是谁家姑娘时 清刚却说 对方落花有意 流水无情 他有自己的报复和理想 自己决定孤独终老 并且祝福对方 能够得偿所愿 石影为了驱除精神世界里 朱岩的影响 强力使用灵力 但是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 等于是攻击自己 他强忍着难受 但自己还是受伤 朱岩看着嫁妆 心神有些恍惚 他又来到石影的精神世界 但是他没有大四命的法力加持 无法走进许愿树 更加看不到就在眼前的师父 朱岩的内心十万个伤心 他告诉石影 自己就要嫁人 再也不能回来看他 他不愿意就这样 现在就连师父也不愿再见到自己 还给自己发住婚书 为什么不连喜酒一起喝了 他可以给师父发情帖 为什么这么狠心对他 难道师父就真的一点 也不在乎自己了吗 难道自己终究是个外人 不能享有师父 朱岩眼泪像大海的水一样流出 他不知道 师父就站在面前 在倾听他的哭诉 还把手掌贴在朱岩的手上 石影说 朱岩就是自己 在世上最牵挂的人 只是不能留在自己身边 这样就会受到连累 甚至祸及族人 他不得不这么做 石影也流出了泪水 这么轻高的少思命 忍不住自己的情感 他在这一刻爆发了 朱岩现在关心的不是自己 而是担心少思命 会孤零零一个人 无论发生什么事 都是一个人抗争 朱岩想与师父一同面对告别 就是这么伤心 让人无法自拔 仿佛自己的内脏翻江倒海 被收拾一遍 朱岩说 希望师父今后一定要笑 要开心 石影想用手抚摸一下朱岩 但是却不能两个人的内心 彼此靠近 但这世间的造化弄人 石影不想连累朱岩 只能把所有哭过独吞 这一别或许真的 就是永远 石影感到整个世界 都开始变得灰暗 许愿术在石影的身后 慢慢消失 而朱岩也在逐渐消散 再过一会 关于石影精神世界里 朱岩的一切都不复存在 石影看着朱岩这最后的容颜 她要永远记在内心 直到自己生死到消 也要把朱岩刻进自己的心脏 朱岩留给自己最后的痕迹 也消除了 石影的世界 再也没有朱岩 石影又回到孤零零一个人 只有一轮明月相伴 朱岩可以叠一张千纸鹤 就能够让死去的人来相见 但是朱岩 拿到那颗珠子时 焦人止冤 便把朱岩错认成了 她的祖母赤猪斐力 而这一幕 正好被赤王和青族人看到 焦人止冤 再也无法辩解 而青族正好借此事发挥 气愤离开焦人止冤 没有悬念地 被赤王赶出王府 但是守护赤族二百年的止冤 不会离开 因为她刚等来了心爱之人转世 她会在一处等待朱岩恢复记忆 但是她不知道的是 赤朱斐力 因为中了兵族咒语 并没有转世 现在的她 只是一缕神石 没过多久 也消散在空中 清妃这个狠毒女人 怜姻不成 又生出毒计 向空丧帝君请指 让朱岩下架着祸徒布 没想到 朱岩竟然满口答应下来 她说 这应该是她最好的归宿 让丫鬟帮忙收拾东西 当丫鬟问到冻枭带不带时 朱岩头也不抬 轻描淡写地说 不带 看上去 现在的朱岩 已经把少司命放下 要与过去做一个分别 临行前 朱岩把清刚和白雪英 请来一起喝酒 如果嫁过去 在这样吃饭喝酒的日子 就屈之可数了 现在也许就是最后的晚餐 朱岩自从帝君止婚后 她心中就有了打算 而这个打算 她认为是万全之策 能够给各方面交代 又不会给赤族带来麻烦 远家的嫁妆已经准备好 所有的送亲队伍 都到其等候出发 赤王和王妃站在王府门前 看着朱岩 忽然不舍得 虽然现在赤族 仍然受到清族压制 但赤王还是给朱岩 准备了贵重礼品 她说 还会让朱岩 过上在天极封城一样的生活 朱岩明白 这一去山高水远 或许很难见面 她向父王 母后深深跪下 交足指渊 同样站在街口一角 看着送亲队伍 暗中保护眼前的朱岩要嫁人了 她的内心像是最为真实的珍宝 被人拿走 心中万分不情愿 但是只要是朱岩的决定 她都会全力满足 就算是嫁人 她也会等待赤诸斐力的苏醒 她也会等待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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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国军已经不是二百年前的海国军 他们任意屠杀焦人 扰乱空丧 在焦族和人族里名声极差 这次只愿回归焦人地下城 剑长老盘剥焦人纳贡 来维持海国军的军饷 只愿严肃训斥了剑长老后离开去 寻找海皇 他前脚刚走 兵族智者就来到这里 他说服剑长老 对天极封城发动攻击 待海皇归来之时 目以成舟 也不会对他做出指责 脑子里只有肌肉的剑长老 果然就开始了 对天极封城的猛烈攻击 上一刻还在教训朱颜 下一刻就被朱颜反制 绍思命也许是世上最惨的师父了 绍思命被魔神宝石击伤 没有了灵力加持 正好遇上来下城的朱颜 结果就出现了 让绍思命感到十分尴尬一幕 现在的绍思命处处受制 但却无法可解 就连神鸟也爱莫能助 如果绍思命能预料到今天 不知他当初还会不会这么了不起 下城的神医 果然是神医 石颖的伤势很快得到控制 但三日内还不能动用法力 白雪露如果一旦得势 一定会成为一代枭雄 今天燕窝王爷又亲手熬制了一锅燕窝 他对于当今时局有些看不透 便来请教白雪露 当听到白雪露说 当今天下 唯有石颖前世子为天下第一时 燕窝王爷便对时局了然于凶 就算白雪露回来 也没有好脸色 高兴的燕窝王爷问白雪露 有什么心愿要完成 白雪露差一点脱口而出 关于母亲临位的事情 但他认为 时机还不成熟 就说 也给妹妹送一碗吧 视力眼的燕窝王 也立刻托辞 有事情 要去叮嘱一下风铃连忙离开 这个燕窝王爷 就是一个风向标 如果时雨的是 那么白雪露就会有燕窝 如果是九一山 那么 能喝到燕窝的 必定就是白雪露 没想到 从小生活在霍徒部的苏摩 竟然是海皇 他从小 对人族就有不满 而现在海国军亲手杀死了母后 现在对于海国军 也产生仇恨 如果他成为海皇 对于空丧人极凶难料 那些不拿焦人荡人的空丧军队 与不分是非清白的海国军一样 为了军功 只要是焦人就杀 就在要对苏摩下手时 芷元刚好感到解救了苏摩 这是他对焦人唯一的好感 接下来就是海皇真身确认 芷元划破自己手掌 芷元只血凝成蓝珠 消失在苏摩额顶 归邪星耀 邵思命也发现了这一幕 便立刻向对面赶过来 而芷元正抱着苏摩准备离开 他身上的龙纹仍未消失 而这个龙纹 就是邵思命确认海皇的标志 所以芷元理所当然被误认为海皇 而真正的海皇 此刻不能暴露 他还没有自保能力 如果被舰长老发现 海国的未来可能就会被断送 所以 芷元只能承认和知识 芷妃这个无是生非的人又生一世 他把朱颜轩进攻 为了就是要落实石影 拐骗赤族郡主 这样石影在天下就无立足之地 险恶用心昭然可见 石影对于芷妃 自然没有好脸色 就在要离开时 空丧帝君来临 而这十几年没见的父子一见面 身为九一山邵司命的石影 就被帝君狠狠打了一巴掌 古有竹九润英雄 今有喝茶化空丧 代表空丧人族的邵司命 和可以影响娇人命运的芷妃 在石影的一处旧宅坐下来 开始讨论整个空丧未来 他们的这一席谈话 决定了今后空丧人族和娇人的走向 邵司命先用茶水试探芷妃 对五湖之水的感悟 幸好朱颜之前告诉过芷妃 对于这一题 芷妃无惊无险通过 芷妃又直接说出 归邪心只是天上的一颗星辰 并不能影响一个国家命运 七千年前 三族之中的人物出现 新尊 白魏两位伟人 让人族一家独大 七千年后 贪图享乐的历代空丧帝君 平庸昏溃 不理朝政 空丧才衰落如此 面对邵司命的大声质问 芷妃又说 邵司命不必如此 又说出自己的三个理由 这让邵司命脱以为然 邵司命问芷妃 今后娇人走向 芷妃回答说 他会复兴焦族 与空丧相互促进 兼容并蓄 重现当年云荒世界的繁盛 两个人相谈甚欢 从白天谈到傍晚 他们惺惺相惜 又相互吹捧 说到高兴处 便相互而笑 就连神鸟重鸣 也被芷妃说得有些不好意思 芷妃回到娇人地下城后 召集所有娇人 商议海国军撤军之事 可是 剑长老一直处处阻挠 内心颇有不分 而邵司命前往宫中 也被亲王处处阻挠 但是邵司命 拿出在空丧军队中 索配兵器 指出 这是兵族特有 而空丧人族使用 会让人族士兵患病 导致战力下降 又拿出当年兵族 在九一山袭击时 留下的兵器对比 就在空丧帝君 要治罪亲王时 邵司命替亲王求情 只彻查采买之人 留下亲王说 帝君有好生之德 并不想让千万子民 流离失所 所以恳请帝君 对焦人撤军 这时亲王再不敢阻挠 帝君才顺利准与 撤军之求 残风引路的 邵司命终于开窍 他准备脱去神袍 离开九一山 为的就是朱岩 但是他却不知 该怎么和朱岩说 只好借去看朱岩之时 看他有什么需要的 朱岩不明所以 还故意和邵司命 开玩笑 说自己有些水土不服 邵司命便坐下 为朱岩开药 但是 卧房乱得一塌糊涂的朱岩 他的心思 全在那些灵乱的衣物上 为了不被师父看到 他故作清静 把那些衣物藏好 但是却把掀起飘飘的 邵司命聊了起来 以为朱岩确实 对自己有意 而他在离开时 则破天荒说出 要和朱岩一起去逛街 这个消息 对朱岩来说 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一板一眼的师父 怎么忽然有这样的烦心 他不敢相信 这是真的 但师父的到来 所有人都看到 这才让他回归真实 逛街的乐趣 在于相互迁就 朱岩以为师父只喜欢自画 于是 来到自画馆后 就开始对每一幅画进行点评 没想到却引来一群人围观 并且对他提出问题 但是朱岩只对己 拂有名气的话 提前做了功课 而对于其他自画 根本没有准备 说出了题外之话 幸亏邵思命精通 帮朱岩圆了过来 但是又一个人发难 朱岩嘴快 开始对善面点评 又差点露出马脚 幸亏邵思命口舌声簧 一袭话把那些人唬住 就赶紧带朱岩离开 不然两个人就露线了 万一被人认出 朱岩是丢得赤王府的脸 而邵思命 则是九一山的面子 为了朱岩 邵司令故意说 小时候有个皮影戏 一直没有机会看完 于是 他们就在整个夜城开始寻找 两个人玩得非常开心 海皇苏摩看到朱岩的术法书 偷偷练习 准备替母亲报仇 但是他不知道 教人无法修炼 突然昏迷 不明状况的朱岩带海皇苏摩 来到一处医馆救治 这个人族医生 一下摸出 具有神龙蓄力 怀疑苏摩就是海皇 看到朱岩佩戴血雨 便让朱岩把龙血骨玉 放在苏摩胸前 医生看着龙血骨玉 被苏摩吸收 便更加肯定 借口要去楼上医治 让朱岩等人不要打扰 谁知 他竟然是带着苏摩 来到海国军地下城 见长老看到苏摩身上龙闻后 便明白了指缘计划 就在这时 他突然收到加兰城防徒 便命令海国军 开始攻打加兰城 他更加可恶之处 要修改苏摩记忆 把朱岩对苏摩的恩情 变成仇恨 这样长大后的苏摩 就只会怀有恨意 而沉浸在爱情猜想中的邵思命 突然发现 龟邪心大药心中奇怪 便在观星台观测 这时的龟邪心 却变化出一片血云 龟邪变凶心 这个结果让大思命也很意外 此刻只有一的答案 那就是 指缘欺骗了自己 现在龟邪变凶 两国战火重燃 百姓黎明 没过几天好日子 又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石影画出指缘妹妹如意的画像 让青刚去城内张卦 但是心怀鬼态的白风铃 抢先拿到画像 因为她认出了如意 而如果通过如意抓到海皇 她建功立业的机会就到了 如意是星海云亭花魁 这里是海国的重要情报据点 还把那些富家子弟的钱财 源源不断地运送给海国军 这里对于白风铃 来说就是风月春风 她是这里的常客 所以 她要先于石影抓到如意 才有可能第一个抓到海皇 但是她变态的内心 却在极度变态 她要看着如意在她的重压下崩溃 白风铃故作风雅 看如意谈情 但是手下兵士却冲上二楼搜查娇人 当如意的丫鬟被兵士扔下楼时 衣冠楚楚的白风铃 才露出獠牙 利用酷刑逼问海皇下落 就在如意的意识 快要坚持不住 石影和神鸟感到把如意救下 这才让如意免遭迫害 而如意为了报答石影 她说出了一段秘心 原来当年秋水歌姬是海国奸细 为的就是除掉石影 因为石影天纵其才 如果她继位帝君 那么海国军的处境 就会更加艰难 就算不能除掉 最少也要让帝君对石影产生猜忌 废除柿子之位 这样空丧 才会更加衰落 而空丧的衰落 则是海国的机会 当神鸟要带如意去面见帝君时 如意却利用梦境 把自己所有记忆完全抹除 变成了一个没有记忆的人 玉谷瑶最虐心的部分来了 师徒因为紫冤反目 每个人都有一个不得不做的理由 紫冤为了保护海国未来 就是牺牲自己 也不能说出海皇 石影为了保护空丧 必须杀掉海皇 朱颜知道 紫冤绝不会做出伤害 黎民百姓的事 要保护紫冤 本来是可以成为好朋友的人 现在势如水火 无法调和 紫冤把朱颜当成赤猪斐力 朱颜喜欢师父 但认为师父喜欢白雪鹿 石影喜欢朱颜 但朱颜此刻 却说喜欢的人是紫冤 三个人的关系全乱套了 感情和亲情大义三者混在一起 石影最后做出选择 她掐动手绝 半空飞起 如果今日不出去海皇 今后更难 她准备用天珠来灭掉紫冤 但是朱颜却挡在中间 她坐在地上 双手掐绝 周围生出半透明树枝 用出九一山最强防护千数 她要用尽全力保紫冤 这一刻 剑在弦上 不得不发 石影 向自己的首途发起九一山最强攻击天珠 这个时候 石影多么希望朱颜能够撤出 她不想伤到朱颜 但是倔强的朱颜 没有丝毫退步 明知不敌 硬是与石影对抗 她说 就算是死 也要和紫冤一起死 朱颜决绝的眼神里 全是泪水 一边是心爱的师父 一边是自己最重要的人 她却无能为力 用自己所能 不让两人打起来 但是现在 他们却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 朱颜的心死了 她最终支撑不下去 口中吐出一口鲜血倒地 而石影也不再攻击 要把这天雷撤销 但是天雷出现 必然要有人倒下 石影承受了 这余下的天珠 重伤倒地 昏迷不醒 有情人终成眷属 他们在这里 仿佛失去了庇佑 白衣飘飘的少司命 如今换上了黑袍 她再不是那个 参风引路的方外之人 现在的她 只是一个追杀海皇 到底的杀手 刚刚燃起的爱慕之情 被彻底熄灭 石影因为顾及朱颜半路 把天珠撤回 自己身受重伤 老谋深算的大司命 一眼看出 但她没有当面揭穿 而是警告神鸟朱颜 如果继续纠缠石影 她不介意会出手除掉朱颜 大司命惯用的手段 就是故意让人听到 而邵司命也在门口 听在心里 她知道 大司命说得出 做得到 为了朱颜的安全 她内心就是再不愿意 当朱颜到来时 她仍然摆出一副 内心非常气愤的表情 与朱颜断绝了师徒关系 并且收回了代表师徒关系的 上古玉簪 让两个人再没有任何粘连 从今以后 朱颜是朱颜 石影是石影 朱颜哭得稀里哗啦 常跪不起 她认为是自己不好 让师父很生气 娇人还有最后一批没有撤出 但是留下的入海口依然不多 为了转移视线 纸鸳决定单刀附会 用自己的性命 换取其余娇人的性命 纸鸳的计划 邵司命一目了然 她不愿多杀无辜 答应在新海云庭等待纸鸳 特意交代 除海皇外的娇人 都可以从另外一个入黑逃生 但是空丧人的叛徒白风铃 则要把所有娇人屠杀殆尽 朱颜利用幻术 变成剑长老 假装是海皇挡住青刚和白风铃 而青刚有意把娇人放走 在娇战时 让朱颜挟持 为娇人撤离争取时间 但是阴狠的白风铃却说 青刚要与海皇同归于尽 命令弓箭手放剑 就在这紧要关头 白雪露良心发现她 拉住白风铃 威胁说 如果敢放剑 就把她叛国的事情说出来 事情得到缓冲 朱颜再次进入 时影的精神世界 从她的精神世界 找到心灰写实的小超 接下来 就是在茫茫宇宙 找到石影 变成碎片的三魂七魄 终于在第七日 最后一天的时候 把石影魂魄找全 而躺在床上的石影 立刻有了脉搏 大肆命压在胸口的巨石 终于落地 但是石影的魂魄 并不稳固 需要三日进行加固 而在这三日里 石影只能记起 空丧帝君寿臣之前的事情 这个期间 需要朱颜相伴左右 如果离得太远 石影魂魄不够 刚重塑魂魄 就会发生溃散 就会出现不可逆的损伤 为了石影今后 能够平安长寿 三日后 石影魂魄魄稳固之日 就是朱颜离开之时 朱颜看着师父世子年少的情形 又想起当年遇到情形 为了尽可能减少石影回忆刺激 朱颜假装石影婢女侍奉左右 但是朱颜因为中阴之气侵蚀 无感见失 没有触感 到水时不知热冷 后来失去味觉 就连做饭都只能看标签标识 但石影从朱颜对自己的态度上 很明显地感觉出 自己与朱颜并非就是主仆关系 一定还有更深的交情 她不断询问 但是朱颜都闭口不言 借口等三日后就可以得到答案 越临近三日 石影的感受越清晰 对朱颜的感受越发清静 朱颜最后一次在石影面前 跳了当年帝王谷内的舞蹈 音笛升起 石影仿佛记起 曾经有一位女孩也这样在她面前起舞 夜幕降临 还是中阴之身的石影沉沉睡去 朱颜按照约定要自行离开 从此要石影永不再见 朱颜的整个世界要塌了 相爱的人终不能长相厮守 石影终于再次醒过来 她以为自己身处阴间 当知道自己被救 第一时间就想到是朱颜 但是她对朱颜的印象 却只停留在自杀之时 当她四处走动 突然看到灶台上的雪微花糕 神仆误以为是其他人 无意中说出 是朱颜所教配方 但制作出的糕点味道 却不尽人意 这时石影才得知 原来朱颜这三日 亦不解代地侍奉自己 直到三日期满才离去 这三日到底发生了什么 石影急切地要知道 她故意炸出神鸟实话 原来朱颜用自己一半寿命 换取石影生机 现在朱颜只有27年可活 石影这才明白 朱颜说 喜欢止冤的话 是为了救人 而自己就是朱颜全力以赴爱的人 现在朱颜离去 没有爱的人相伴 就算自己成为 大四命又如何 她决定脱去神袍 走万劫地狱 九死一生 回到城市 她要与朱颜共度余生 石影说 就算朱颜是自己命劫之人 自己已经死过一次 现在朱颜又就自己一次 说明命劫之人 也是可以改变 一向喜欢掌控石影的大四命 看到石影的决心 再不阻止石影 点头答应了石影请求 现在虚颜又上了 刚被救火紫渊的身 她利用紫渊 对赤猪斐力的感情 控制住紫渊 又利用紫渊 旁系龙之的血脉 达到勉强控制 皇天后土神界的目的 接下来通过紫渊 找到碧落海 抓住海皇 获取龙血 破除皇天后土最后禁止 到了那时 虚颜就可以利用皇天后土的力量 摧毁整个云荒 达到她自己目的 但她为了能够更好控制紫渊身体 答应把朱颜抓住 把朱颜变成赤猪斐力 让他们永远在一起 并且还布置了像阴间一样的婚礼 这样的婚礼 让朱颜非常抗拒 她不断拖延时间 想要逃脱 但都被虚颜抓回 幸好朱颜把紫渊送出 就在虚颜准备篡改朱颜记时 一把玉剑向虚颜飞来 而这把长剑 就是石影所画 此刻的她 如天仙降临 白衣飘飘的 邵思命又回来了 看上去已经恢复法力 甚至比从前更加 深厚 但是石影和朱颜二人联手 仍然也不是对手 紫渊的意识开始苏醒 续瑶的进攻暂时停下来 石影和朱颜 利用这个机会赶快逃离 他们要兵足大举进犯空桑 一路直上势如破竹 而紫渊在这时向空桑下战书 只要交出朱颜就停战 否则就长驱直入 攻下迦兰 攻下一城 便要屠杀一城 赤王和王妃怕落入紫渊手上 朱颜就会处处受制于人 所以不得不以死明治 大战在即 赤王和王妃生死 朱颜再没有任何顾虑 他来到白塔观星台 点上红烛 旁边放着两个酒杯 以工商二薪为正 天地为鉴 朱颜与石影喝了交杯酒 今日就是他与石影的新婚之夜 他要与石影 在这乱世之中 成就百年夫妻 然后共赴沙场 为保护空丧 和整个云荒而战 一夜如梦 这是朱颜和石影 最美好的一晚 第二日醒来 石影却发现 一张纸条 原来是朱颜所留 他说 不能让百姓涂炭 他要去找紫渊 找到消灭虚摇的方法 然后再回来找石影 就在石影下观星台 要去追朱颜时 突然宫中来人说 帝君病重 寓意难治 请石影赶快救治 不然帝君将要驾崩 为了空丧的稳定 石影还是赶到宫中 北面帝君在临终前 承认了自己所犯罪过 希望石影和石影两兄弟 能够相互扶持 保护空丧百姓 不要让孟华王朝毁于一旦 糊涂一世的帝君 在生命中的最后一刻 终于说了一次明白话 整个云荒季希望于石影朱颜 朱颜利用纸冤直念 骗取皇天神界咒语 作为具有七千多年以来 最纯正帝王写的石影 咒语念出 皇天神界自动归附 破坏之神才意识到 这是朱颜的阴谋 但是他并不害怕 因为他是创世以来的二神之一 拥有无形无相之身 他把石影朱颜放在流离幻境 整个空丧也陷入黑暗 但是皇天后土在手的石影 朱颜二人比从前法力增加数倍 二人联手把虚颜中创 紫渊希望两人把自己打死 与虚颜同归于尽 但是紫渊法力与虚颜不是一个量级 当紫渊失去生命后 虚颜却把朱颜控制 看着朱颜痛苦的样子 石影抱住朱颜 用爱的力量让朱颜摆脱虚颜 但是无处不在的虚颜 却又缠上石影 准备把石影变成自己傀儡 聪明的石影 怎么可能让这个魔头得逞 他用尽自己所有法力 把虚颜封印在自己体内 让朱颜用白威的上骨玉簪杀死自己 这样就能永远封印虚颜 整个云荒才能得救 朱颜已经杀死过石影一次 而命运的安排 又让他再杀一次 朱颜却怎么都下不去手 石影告诉朱颜 今后每年雪微花开 就是自己来看他的时间 玉簪刺入石影的一刻 石影的身体 变化作一万朵雪微花 消失在空中 穷凶极恶的虚颜 永远被石影封印 再也不能为非作歹 整个云荒终于得救 石与柿子成为空桑帝君 整个空桑在他的正下 开始变得一片祥和 一年过去 雪微花开 朱颜来到他和石影 第一次见面的地方 但是雪微花开遍 却没有一朵是石影 就在朱颜怀念石影时 从一朵举世无双的 洁白雪微花上 撒下一片金黄 朱颜的石影终于出现 他们相识无言 一年时间太久 就像过了一万年 朱颜有很多话要说 但是却一句也说不出口 他们就这样看着对方 一眼万年 只为这一瞬间